好香哦 味噌真的好吃 我们第一次的Fight到了 河河闻了美味 真的 吃 嘿 大家好 这里是PTT 我们终于从广州出发了 我们这次要从广州 然后以北上自驾到北京 然后中途会经过很多城市 我们要去的第一站呢 就是顺德 我们马上就要到啦 超兴奋 现在1点01 到现在还真的是有点饿了 我们的第一餐呢 就是包仔饭 快到我们了 真的好多人 而且你敢相信吗 现在是1年 生米用陶土锅直火现煮 是包仔饭好吃的一大关键 陶土锅传染很慢 烹饪的时间就会比较久 想吃到正宗的包仔饭 也需要多那么一点点耐心 我这个香味就一直过来 馋粗了 小小的餐馆里做得满满当当 下午2点 最后一份包仔饭落单 收银的大姐也加入了传菜 也就是专业的行业 动作麻力 飞速地穿梭在后厨和这个清桌之间 包仔饭上桌 撒上酱油之后 先等上一分钟再搅拌 可以确保 锅壁边的米饭形成锅巴 这个呢 是我吃包仔饭的小秘诀 随着搅拌 莫淡如生变熟 蛋黄和蛋白包裹着美丽米饭 饭的香气 吻合着牛肉和辣味的咸鲜 锅巴的焦香一起涌入鼻腔 一口下去 牛肉的嫩 辣味的韧 米饭的糖 不同的食材带来丰富的口感 轮流在口腔里翻滚 很烫 让你不由自主飞快地咀嚼 复合着香味 不停地刺激着味蕾 咸香 甜香 焦香 让人忍不住 一口接着一口 吃饱喝醋之后 我们稍时休息 就开车来到一家牛肉甜品店 来到顺德 牛肉甜品一定不能错过 一家中国真的人很多 我们过来的时候 就使用了一个小错路 你们以为我们走错路了 结果看到了很好 我点了一只好奇的凤凰奶 它是用蛋黄和水牛奶做成的 和双皮奶不同 凤凰奶是粘稠的液态 口感更加爽滑凌郁 但香更加明显 姜抓奶的辛辣味没有这么重 和水牛奶的香味刚好平衡 是我喜欢的温柔派 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的绵密奶洞 一入口就化开了 清新的姜味和浓郁的奶香混合在一起 既矛盾又和谐 另外我们还点了雪糕块和翡翠凉粉 清凉解暑 我最喜欢的是草莓味的雪糕块 白巧克力脆皮里 还有一点点酸酸的冻干草莓 咬开之后是草莓牛奶味的冰淇淋 口感丰富又不甜蜜 带叫好多 五十六 五十七 好香啊 每次我们排这个时候 要在门口闻味 现在要进行广东人的神秘仪式 浪文 首先把茶水倒入茶杯洗汤勺 再把茶水倒到碗里 顺便拖洗筷子 然后把茶杯放到碗里转清 再把碗里的茶水倒掉 就完成了 我这次看多少遍都学不太会 我们点了牛肉 猪虹 也就是猪血啦 枸杞叶 虾 老油条 蘑菇 还有桂花鱼两吃 等于的功夫 算了牛肉策理一下 有了鸡蛋 这个牛肉才有了灵魂 那我先拌一拌这个牛肉 我们每个桌子上面有酱油和这个油 然后我问一下 这个是可以夹在你的小料里 就是跟周底酸火锅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真的像 我觉得还没试过 每方小伙伴们 一定要试一下 按照味道由轻到重的顺序 掀下鱼肉 这米中间不断开 像蝴蝶一样的切法 叫双飞刀 这样切的双飞片 鱼肉更容易被烫熟 吃起来又大片 粥水火锅 顾名思义就是用白米粥做汤底的火锅 以白粥为底 更突出食材的原味 和我们尝试的白粥不同 粥水火锅是把米磨成鱼渣后再熬煮 所以在粥水火锅里是看不到米的 蘸上这个酱料 我这个酱料太好吃了 白粥的鱼片完全没有刺 吃起来真的太过瘾了 哇好好吃 这鱼一点都不行 极鲜的盛宴 所有东西都是精实物的本类 然后又嫩又滑 这个齿枝蒸鱼骨 一下筷子就能感觉到它到底有多嫩多滑 本来没有太多期待的一道菜 结果一下子又被惊艳到 蒸得超级嫩 像这个咸香的豆豉味真的是 像一个水 所以我们点了一条桂鱼 就是鱼肉拿来 蒸锅 然后鱼骨拿来过 豆豉蒸鱼骨 一点点都不浪费 减持了 下完鱼肉再下牛肉 被蛋液包裹的牛肉 爽滑的口感自不必说 广东的美食 非常讲究食物的本味 食材必须够新鲜才能做到 既有鸡味 鱼有鱼味 牛肉有牛肉味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一句废话 但来到这里 就能深刻地体会到这句话的精髓所在 这个粥火锅吃到最后 再来一口粥 这个粥里边就有 鱼鲜味 虾鲜味 牛肉的咸香味 然后再有这些清新的蔬菜味 还有大量的漂亮 又有鱼肉味 然后刚刚又涮过牛肉 那种咸鲜 总结来说就是 漂亮真好吃 今天是我们的 这家大排档据出海鲜很不错 烧鹅也在当地人的圈子里很有口碑 厂房一样大的店里 下午一点多了 人还满满当当 当然 这在顺德也算是小场面了 但北方人每次都还是要感叹一下 我点了烧鹅 蒜蓉龙虾 严居鲜鱼 还有和广东人吃饭 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俘乳通菜 天天的金黄的颜色和微焦的边缘 一口下去 炙烤的香气和鲜鱼的鲜香 融合在一起真的很绝 然后下雨会看到米还软 然后 焦香味非常好吃 很鲜的 龙虾新鲜 肉质Q糖 简单的烹饪就已经非常美味了 用一个字形容虾肉的味道 就是甜 再用一个词形容虾肉的口感 就是糖感 特好吃 和蒜香也刚刚好 不会带过这个龙虾的味道 再来尝一下这份烧鹅 由于个人口味的原因 对这种油香味很浓的食物 一直比较抗拒 结果大脸总是来的这么粗不及防 刚才三分厨 这个烧鹅里面 部里的料是那种酸甜的 平常我们吃的烧鹅都是 比较多的是那种咸口 咸鲜口 它这个是酸甜的 所以吃起来就没有什么意思 请把蒸香打在公瓶上 我说实话 我就第一次吃鹅肉吃的这么香 这个 就是酸甜的 酸甜咸鲜 鹅本身 就是 这个 它是那种 没有那么多 肥油的那种 但是它很柔 也很香 我很喜欢这家烧鹅 就是 我在广州都是很想点烧鹅 然后很好就是跟三分想吃 然后我都说我不想吃 今天我就破天荒的点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家比较有味 这真的好吃 一个不爱吃鹅的我 都觉得好吃 它有那个香料的味道 对 我感觉它是把梅子直接 放在肚子里弄 哦 是吗 就是 一般都会配一个白酒的梅子姜 哦 是有一点点那个味道 酸酸的那种 它 滷了这个汤汁里 本身是能吃出 那个酸酸的梅子味的 所以我们感觉它好像是 把梅子放到我里面 我的肚子里的料理 所以吃起来就是 清理不太甜 这个超级好吃 这个白色 好 这第一次 盖上到了烧鸵的美味 由于这家烧鸵的味道实在太赞 以至于我一直在一块又一块吃 根本不记得拍鸵肉的细节特写 所以还请大家自行脑补一下 下一站 我们会来到湖南长沙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享受热辣的美食了 我是GP0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的话 就别忘了帮我点赞啊 B站的时候 放置零件三连 关注我 一起吃见大家的美败 我们下期再见